新聞現場 現在本土疫情持續延燒 最怕的就是逃逸的移工 如果染疫了 恐怕就會成為防疫破口 新北市衛生局就通報 有一名四十歲的印尼籍女性逃逸移工 她三天前到新北市的一家醫院 當臨時看護工 但因為發燒了 被要求做快篩 結果陽性 沒想到她卻留下假的聯絡方式 等到衛生局發現她PCR也是陽性 要通知她時 已經找不到人 警方是大動作搜尋 最後在桃園歸山的住處 找到這名移工 並且趕緊送往隔離 而根據統計 從五月中開始 新北市一共有七百五十六名的確診者失聯 雖然說已經全數都找到了 不過這段期間的足跡還有接觸史 能否完整的掌握 恐怕就會成為最大的問題